第一回 各位聽眾朋友 從今天開始 我又講古龍先生的書 古語說 書中自有黃金屋 書中自有顏如玉 當然 聽武俠小說 就不會聽出黃金屋 也不會得到顏如玉 但是武俠世界 也一樣自射出很多人生的道理 有時 它會更加形象地刻畫出人生白態 令你歡欣 令你感慨 令你開闊視野培養想像 亦同樣可以令到你昇華 尤其是古龍先生的書 只要你肯去聽 除了娛樂之外 一定會得到有益的啟示 我這次跟大家講的 是古龍先生一部很成功的作品 叫陸小鳳 陸小鳳是一個人 聽過名字就像是女人 其實就不是 她是個百分百的男子漢 她一生人充滿傳奇 遇到過很多奇人怪事 而她的所作所為 又是這麽令你驚奇 令你這麽擔驚受怕 令你好難忘記她 好了 閒話休題的言歸正傳 這日曼 日落西山 正是農場客棧最旺的時候 樓下飯廳張張桌都坐滿了人客 那個伙計叫做大頭仔 她是騰出騰入 招呼人客 做到蒙古皇帝打仔 大漢打細漢 樓上是四六二十四間房 已經全部爆滿了 客人大多數都是那些 背刀掛劍的江湖好漢蝦旗 這個地方平時就不是很旺 為何今天突然之間這麽旺呢 就在這陣子 有兩匹快馬突然之間 從大門外面一直衝進來 不用說當然是 鬼叫就亂曬大龍 騎馬的兩個人 都是青衣大漢 有匹馬的馬鞍旁邊 掛著一副銀光閃閃的勾 騎馬的大漢 臉面是紫紅色的 整面鬍鬍 她瞜大雙眼看著大頭仔 她說 人呢 大頭仔就回答了 還在樓上天字號房 狗姑娘在哪 還在樓上陪著她 胡蘇佬不再問了 兩隻大腿一夾 一抽疆成 匹馬居然戰一樣爬上樓了 另外那匹馬上面的人也都跟著 這個人左邊耳朵只剩下半隻 外面有一條刀縫從左耳一直連到右邊嘴角,欺欲酸,難看,還要大聲鴿惡。 由於那條刀縫的原因,這個大漢講話有點漏風,他說, 善呼責人讓開了,打成馬上扭,一通上樓而,他整個人約起,一個關斗打到地,然後飛起一腳,砰一聲,踏開樓梯口 旁邊《天字號房的房門》 ,門一開第三者動說,他整個人撲了進去,手上已經多了一道百年雞鋼打成的判官筆, 誰不知一進去,他整個疾著,為什麼? 房裏面就只剩一個人,剩一個女人,是一個完全赤裸的女人 雪白的肌膚,豐滿的胸部,很長很白正的腿 最奇怪的就是,這個女人現在是四平八穩地坐在一條很高的屋樑上面 他很心急想說話,但是口就被人塞住了,說不到 胡蘇佬立刻養起馬鞭,用鞭尾把他口裡含著那塊紅絲巾卷了下來 然後他問,人呢? 走了,他好像早就知道我是什麼人 向邊邊走 聽他的馬鞭聲,是向北邊黃石鎮那邊走的 喂,你先放我下去,我要和你們一起去追 哼哼,你自己不懂得下來了嗎? 唉呀,我下不了,那隻混蛋,他閃著我雙腳的穴道 喂,喂,別走啊,你們,唉呀 那兩個大漢就借了龍耳鎮的耳,飛身從窗口就撲了出去 外面早就有人準備好兩匹快馬在那裡了 他們一上馬,就打馬向北邊,即是黃石鎮那邊跑了 屋樑上面那個女人,見到沒有人理她,生氣得發灌灑 她說,死混蛋,死混蛋,一個一個都是死混蛋 死了,連雲三褲都沒得穿,又不知是哪個混蛋了 嘿嘿嘿,不是混蛋啊,是我,大頭仔啊 哇,正啦 那大頭仔不知何時走進來的 她現在流了口水地看著屋樑上面那個女人 然後,就琴琴青走去關門了 黃石鎮是個大鎮 鎮上面有一條很旺,很熱鬧的街 但是現在已經是深夜了 那兩個青衣大漢打馬來到的時候 街上面基本上沒有什麼人走 那臉上有一條刀鎬的那個大漢 勒著馬,四周圍看一看她說 你想,她會不會在這個鎮裡住一晚呢 哼,還用什麼呢 那你說,她會在鎮裡住一晚呢 哼,還用什麼呢 一定在迎春角啦 各位,迎春角就是這裡最多美女的地方 他們知道自己要追的人睡覺一定不可以沒有女人的 所以就打馬直奔迎春角啦 迎春角的大門口的燈籠是粉紅色的 無非是想勾起那些男人的那種慾望 那個胡蘇佬大概就平時橫衝直撞慣了 一打馬就連人帶馬地衝進去 進了門之後是一個花園 有個瘦到得彭骨的男人 坐在一張藤椅上面盯著眼睡的 那個胡蘇佬啊,仰仰仰的馬邊 那馬邊就立刻好像蛇一樣 摺著那個男人的頸 他問說,今晚了 有沒有一個穿著紅色披風的年輕人來過 那個瘦男人就被邊尾賤到連氣都休息不到 便會回答啊,一尾就懂得頭 那個胡蘇佬看他這樣就養了那條邊 他說,他還在不在那兒啊 啊...啊...啊... 在哪兒啊? 啊...啊...啊... 他...他就正說還在桃花天 跟近四個人喝酒 四個人輪流灌他 實質又灌醉了他了 那四個人,是甚麼人啊? 嗯...四個人,他樣子很悲惡啊 不過對他都好像好嚇你 他們現在呢 我見他們 見他們送那個人回房間 直到現在都不見他們出來 那個胡蘇老廳完勒轉碼頭 就衝進左邊的那片桃花林 桃花林裏面有一間桃花廳 桃花廳現在是燈光火燭的 桃花廳裏面的桌面上就杯盆浪席 三四個酒呈全部空了,沒有人 那個面上有一塊刀那的大漢 就凌空一個翻身,一腳 就硬開了廳後面的門 房裏面只剩下四個人 四個人一排齊齊齊的跪正在門口 本來他們已經嚇到面無人式 但是見到這塊面有一條刀那的大漢之後 哇!個個的臉都滾到紅了 為什麼? 原來這四個人的穿著都很高級 那就不用審 平時都是很有身份,很有派頭的人 但是現在四個人的臉被人畫到狐狸馬賊 第一個人的額頭那裏被人畫到烏龜 臉那裏寫著四個字 我是龜公 第二個人的臉寫著我是仆街 第三個人寫著我是蠢豬 那那裏面有刀那的大漢就停在門口 看著他們 嘻!那些樣子衰啊! 就忍不住嘎嘎聲這樣笑 那四個人呢 漏到現在撲上去捏死他 不過很可惜 四個人都已經被人點了穴道 想起身都起不到 被人挖苦都沒辦法 那個刀那大漢笑著說 哈哈哈哈 喂!喂!喂! 喂!快來看看! 哇!威風臨臨的江東四傑 便成烏龜啊! 扶街啊! 豬狗啦! 哈哈哈哈哈哈 要看得逛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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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來參觀參觀 來參觀大名鼎鼎的江東四傑 現在多威風啊 來來來, 進來看一看, 我就派十兩銀, 有東西看還有錢拿的 跪在地上那四個人, 聽他這麼說, 現在有個洞捐了落地 當然, 這種場合就不是人人都敢來看的 看下最多得一口笑, 看完之後就周身矮了, 誰敢? 只要說那十兩銀, 都不知道真不真的, 所以就沒有人敢走進來看 隔了一會兒, 才見到外面有個人, 砸低頭走進來 看真下, 是那十四五歲的小姑娘, 雖然打扮到整頭珠脆滿面之粉, 但還算可愛 他進來之後就問了 兩位, 是不是來找六大少爺的? 你怎麼知道的? 剛才說六大少爺, 好像就快喝醉, 喝到不省人事了 我剛好就坐在他旁邊, 就偷偷地替他喝了兩杯酒 我, 那個臭小姑娘, 都挺得女人的吃 誰不知, 後來他又突然醒來, 他讚我心底好, 所以就送了一件事給我 叫我來賣給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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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胡蘇佬一聽, 就馬上問了 嗯? 他送了什麼給你? 呃, 是, 是一句說話 一句說話? 一句說話? 一句什麼說話? 他說, 這句說話, 至少值三百兩銀 便宜一個先都叫我不要賣 他還說, 一定要兩位, 先給錢 然後, 我才好說這句說話 嘿嘿, 這個姑娘, 大概一直都不相信 一句說話, 居然就值三百兩銀 所以說到他自己都覺得有點臉紅 誰不知, 那個胡蘇佬聽完之後很爽脆 他立刻, 就拿出了三張一百兩銀票 一拋, 就拋在那姑娘的面前 他說, 我不賣給你這句說話 那姑娘又滾大雙眼, 看著這三張銀票偶了 那胡蘇佬又說, 姑娘, 你過來 那啊, 是我耳邊散開口聲聲說 千萬不要給那四個畜生聽到 那Vuc娘就只是走過去 問他一直關著他耳邊說 他講的這句話,就只有八個字,要找我,先找老闆娘。 胡蘇佬聽了皺眉頭,他聽不明白這句話究竟是甚麼意思? 當然是,世上的老闆娘那麼多,每間店舖都有老闆娘,叫他怎樣去找? 他姑娘又說了,他還說,你如果聽不懂這句話,他還可以另外奉頌一句,他說這個老闆娘是天下最美的。 嘻,這位胡蘇佬明白了,他向那個臉有刀吶的大漢入手,便大步走出去了。 各位,世上有很多老闆娘都很美的,誰才是最美的呢? 難道要逐家店舖去找?把所有老闆娘都找出來,然後逐個選? 那要找到何時呀?但是,胡蘇佬好像很有把炮,找得到那樣,因為他想起一個人,這個人叫做朱婷。 朱婷從來都沒有做過任何生意,甚至連一間小小的雜貨店都沒有開過。 他認為,無論做甚麼生意,開甚麼店都難免會虧本,他奉旨不去冒險。 其實,他不做生意做一個更加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從來都沒有做生意的本錢。 但是偏偏他的愛好就叫做老闆,為甚麼呢? 原來,朱婷這個人是很懂得享受,而且對甚麼事都很看得化,很看得開。 那兩種原因加起來,就令到他身上那些肉一一一增加。 那正是心歡體伴。 那個人肥了,看起來堆頭大,份量夠,有福氣。 所謂肥人有肥福,有福氣,夠份量的人才做得老闆。 所以,很多人都叫他做老闆。 事實,他這個人的確很有福氣。 他的長相真是不敢恭維。 不單止肥,更醜樣。 但是偏偏要娶一個很漂亮的老婆。 他這輩子沒有做過一件正經的事, 但是一樣是不休息,不休住。 還有一件令他很自豪的事。 就是,他始終都認為自己是爛過陸小鳳。 只要他坐到那張很闊,很大,很舒服的太師椅那裏, 你就算是火燭都好,未燒到埋身,他都不會起身。 俗語說,有種錯狀元,就沒有起錯花名。 朱庭這個人無論做什麼事,都要先停一停,想一想。 他這個人又沒有什麼想不開的。 既然想得開,什麼事都不用去做。 所以又越來越懶。 或者有人會問, 喂,他這麼懶,靠什麼生活? 其實朱庭這個人都很有本事。 最本事的,就是他的對手, 可以做出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只要你想得出,他就有能本事做得出。 有一次,他跟別人輸倒, 說他可以做出一個懂得走路的木頭公仔。 那個人就當然不信了。 最後,他贏了五十為燕窩魚翅酒席, 以及五十年陳年靚酒。 現在呢,他又在想, 看過怎樣做一隻可以吊得起人上天的大紙繞。 就在這時候,外面的船內馬蹄聲, 跟著,他就見到那兩個青衣大漢。 這一魂,那個臉有刀的大漢又沒有踢門, 因為道門本來是打開的。 他一衝到進來, 六大雙眼就喊話, 老…老…老闆娘。 朱婷就回答他, 你要找老闆娘, 應該是對面的雜貨店。 那裡才有老闆娘。 一定要跟老老闆娘。 那裡也有, 你叫老闆娘。 你的老婆就是老闆娘。 嘩ohoho, 哇, 那裡的老闆娘, 如果知道有青衣樓的人专程来找他,一定会觉得很荣幸。 朱庭见到这两个人都是穿着青衣服的,就知道他们是青衣樓的人。 各位,青衣樓其实就不是一座樓,青衣樓一共有108座,每座樓有108个人,加上就是一个势力很庞大的组织。 究竟朱庭怎会惹到青衣樓,然后又会发生什么事呢?我就明天再说了。 昨天我们讲到,那两个青衣大汉找到朱庭,朱庭一看,就知道他们是青衣樓的人马。 那青衣樓就不是一座樓,青衣樓有108座,每一座樓都有108个人,加上就变成一个势力很庞大的组织。 他们不单止人多世众,而且组织很严密的,所以只要他们想做什么事,都很少说做不成的。 这两个人,都是青衣樓第一楼上面有画像的人。 当然,没有人知道青衣第一楼在哪里,也都没有人亲眼见过那108张画像。 但是谁人都知道,能够在青衣第一楼有画像的人,就已经有本事在江湖上横冲直撞。 各位,那块面有刀的大汉,就叫做铁面判官。 听说,是因为有个人一刀斩中他的面的时候,那把刀都崩了。 铁面这两个字,就是这样的。 其实呢,就叫做斩崩刀是铁切些。 不过出来江湖撈,就肯定是铁面好听些。 另外那个胡桑佬呢,就叫做欧云首。 他那对银欧,都不止欧过多少人的云。 朱庭望望他们,然后说,嗯,很可惜,他现在有紧要的事,很紧要的。 怕不得闲见你们。 铁面判官说,什么这么紧要的事? 他陪一个朋友喝酒,陪朋友喝酒,你说是否是紧要的事? 你这个朋友是不是姓鹿? 你最好听清楚点,姓鹿是他的朋友,不是我的朋友。 那他们在哪里喝酒? 好似在姓鹿住的那间青云客棧吧? 哈哈哈哈哈哈,你这个老婆在客棧陪一个出名的大色帮我喝酒, 你居然还坐得乐,坐得那么舒服? 小孩子要赖了,老婆要勾佬, 给着谁都没办法。 不关错不坐得乐时的, 难道我要上瓦背顶那里打关斗, 滚到地上去泥沙了吗? 哈哈哈哈,你这个人真是看得开。 真是服了你,服了你啊? 服我? 你有没有老婆啊? 没有啊! 如果你像我那样,娶了个漂亮的老婆, 你都很容易看得开。 各位, 听到这里,相信大家都很清楚这两个青衣楼的人, 是在找着陆小冯的, 那陆小冯现在在哪里呢? 陆小冯现在躲在床上面, 胸口那里放着满满一大杯酒, 一滴酒都没有写到的, 因为他躺在那里, 可以一点都不动, 几乎整个死人那样。 他唐眉又很浓, 眼睫毛也都很长, 相信就留着两片酥, 修剪得很整齐的。 那老板娘就坐在他对面, 看着他的两片酥, 这个老板娘呢, 事实真是美得一声, 两条弯弯的柳叶眉, 一个洗小的樱桃嘴, 眼大大, 不过他身上面最吸引人的地方, 就不是他的臉, 也都不是他的身材, 是他那种成熟的风吻, 即是我们现在讲的很有女人味, 真是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现在, 他看着陆小缝那两片酥, 他说, 哼, 你这两片酥, 看来, 真是和眉毛完全一模一样的, 怪不得人家说, 你是个有四条眉毛的人, 没见过你的人, 一定想不到, 你有两条眉毛, 是生在嘴唇那里的, 陆小缝, 看都没有看老板娘, 他只是压大个口, 吸了一口气, 放在心口那里的杯酒, 立刻就被他吸了过去, 跟着, 一声, 整杯酒, 就喝了下肚子, 然后, 他又符, 轻轻力一吹, 酒杯就立刻回到原位, 对, 老板娘说, 哼, 你这样是在那里喝酒啊, 还是在那里玩杂技啊? 陆小缝还眉上眼, 不出声, 只是用手指指一指, 心口那里的那只空杯, 那老板娘, 唯有又是和他倒满一杯酒, 然后又说, 喂, 你叫我来陪你喝酒, 为什么整个死人这样啊? 啊, 你不停摊在那里, 连看都不看我一眼的? 陆小缝突然出声, 他说, 我不敢看你啊, 为什么啊? 我怕你勾引我啊, 嗯, 你特意做给人看, 好像是我跟你有怒那样, 但是又怕我勾引你, 你这样是为了什么啊? 为了你老公啊, 为了他? 你以为他很喜欢大陆母啊? 大陆母被死了好啊, 做他这一行, 甚至某时都可能被人一刀斩了头下来的, 他认识太多人, 知道太多秘密了, 老板娘当然知道, 自己的老公朱婷, 的确替很多人做过很多好秘密, 好奇怪的东西, 那些人虽然都相信他把口很密, 但是如果死了, 就更密, 杀人滅口, 毁尸滅绩这种事, 江湖中的时常都会发生的啦, 所以陆小缝又说, 哼, 他死了之后, 我不信你可以为他守得到一年寡, 喂,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啊? 是潘金莲啊? 唉, 可惜就算你是潘金莲, 我都不是西门庆, 喂, 你好了吧, 老板娘突然站起来, 另转身就走, 陆小缝还是动都不动地躺在那里, 連一点留住他的意思都没有, 那老板娘蹬蹬蹬走到门口, 又是回回头, 然后, 站在床头那里, 雙手叉腰去说, 哼, 你真是以为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啊? 你以为我很笨吗? 哼哼, 没有人说你笨了, 你跟他翻了面, 又怕他被人毒死, 所以, 就特意被人认为, 我跟你好像有些不清不楚那样, 为了不想做寡妇, 那我当然就要求你保护他, 有了你保护他, 人家就算要杀他, 都要想过先了, 是不是啊? 但是你为什么不跟我想想? 你跟我想想嘛, 我走出去怎样见人啊? 被人罵死你啊! 为了你老公, 被人罵下有什么所谓呢? 老板娘想想又是, 一个女人, 为了自己的丈夫做一些牺牲, 是好天经地义的事, 陆小缝有此话, 所以, 只要你老公相信你就可以了, 人家怎么看, 你不用去理会的, 你, 你以为他真的会相信我啊? 他很聪明的, 但是他又会不会相信你先? 这句话, 你为什么不回去问他呢? 青鱼楼的人, 很厉害的, 看怕他们都快到了, 你快点回去吧! 他们真的要找你啊? 他们找你做什么啊? 我就是想问他们做什么, 那些, 如果不是, 哼, 他们找得到我之旗啊! 好了各位, 我们再讲一下朱婷, 朱婷, 朱婷还是坐在那张泰斯椅那里, 發了牛豆, 他又不知道在想什么, 那有些人呢, 要去屎坑才想得出东西, 我们就叫那些叫屎坑街, 但是朱婷就不是, 随便有个地方坐得下, 他就可以想得出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了, 那老闆娘回来见到他, 就用两只手指, 黏住一条丝巾仔, 扭住屎坷花在他前面, 走了两次, 朱婷就好像看不见那样, 老闆娘忍不住他说,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我知道啊, 我刚才和陆小婷在一间房里, 喝了很多酒, 现在的头, 还有一些暈倒塌, 我知道啊, 我先声明, 我们除了喝酒之外, 没有做过其他事的, 我知道啊,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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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皮, 皮我就反为不知道啊, 你, 你啊, 我和另一个男人在一间房里面, 喝了半日酒啊, 你一点都不喝醋的吗? 啊, 一日都在想啊, 想啊, 就是因为我会想, 所以我就不喝醋了, 啊, 哎哟, 你啊, 一个像他那样的男人, 和一个我那样漂亮的女人, 在一间房里面, 难道真的会一直都乖乖乖乖地坐在那儿喝酒吗? 你以为他是什么人啊? 是星人啊, 还是柳下位啊? 我知道他是个衰神, 不过, 我信得过他。 哦, 你不喝醋就是因为你信得过他, 不是因为信得过我啊? 我当然也都信得过你。 但是你信他多点的? 哎呀, 你啊, 你不记得啊, 我们自小玩大的, 穿开装裤那时, 我们就做老友的了。 哼, 这些既然是二三十年老友记了, 那为什么突然间变成仇人, 你不理我, 我不理你啊? 哼, 各位, 好少有人认自己是衰神的, 老闆娘见到朱婷这么说, 最终就哼, 笑了笑, 跟着, 他两夫妇怎样撒花枪, 我们就不讲他了, 我们讲回鹿小丰先, 鹿小丰还是保持着老闆娘走之前这样的姿势, 躺在那儿, 胸口还是摆着满满一杯酒, 这杯酒, 是老闆娘临走的时候跟他添满的, 他凤子不会自己起身去倒酒的了, 他那张床很远熟, 很舒服的, 现在恐怕天下没有多少个人, 可以令到他离开这张床, 他那件红披风呢, 就挂正在床头的衣架那里, 他个人很怪的, 无论是春夏秋冬去到哪里, 他都带上这件红披风, 只要见到这件红披风, 就知道他一定在左紧, 铁面判官和欧云首来到之后, 一眼就看到这件红披风, 他们是从窗口那里看到的, 即刻, 他们就从窗口那里飞身进去, 落点也很好, 落着在鹿小丰的床头, 两个人四个眼一起挖着床上的鹿小丰, 绿小丰呢, 一点反应都没有, 铁面判官就渴望了, 你就是绿小丰是吗? 绿小丰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欧云首的话, 这个人怕死了都不定, 我看他都像, 这种人哪会长命呢? 啊, 这两个人会用激将法, 绿小丰擦开眼, 望望他们, 然后跟着又眉上, 好像发开口梦那样说, 是啊, 我什么正说, 好像见到屋里面有两个人那样的? 哟, 好似呀, 正正是两个人啦! 没理由的, 如果真是有人进来, 我刚才怎会听不到敲门声的呢? 哟, 那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敲门? 哦, 你们是人呀? 我不是人呀, 难道是鬼呀? 我不信, 是人进人家房都敲门先的, 只有摄青鬼, 才会声都不声, 从窗门那里进来的, 哟, 那两个人恶惹惯的了嘛, 现在被人家这么说, 说自己是摄青鬼呀, 去过闹啦! 欧云守, 免得说, 突然之间一边, 就向着陆小冯发下去, 他不单止是关内善逝, 雙勾的四大高手之一, 用边, 亦都是他的拿手绝技, 听说, 他可以一边打碎摆在三尊豆腐上面的合图, 那陆小冯的人, 当然大过合图啦, 而且, 就炸横地躺在他们面前, 现在一边地发下去, 就等这三只手指的执田拿, 十拿九韻的嘛, 怎知, 陆小冯突然之间一出手, 两只手指轻轻一夹, 就夹着那条鞭尾了, 欧云手就出尽全力, 就是无法把那条鞭拿回头, 再望望陆小冯啦, 不知睡得多他条啊, 心口那杯满满的酒一滴都没写到, 那铁面判官在旁边见到这样的情形, 本来是想帮手的, 现在知驚啦, 他立刻转态啦, 他说, 好功夫啊, 好功夫啊, 陆小冯果然是名不虚团啊, 那欧云手呢, 看到那条鞭就拔不回头, 就唯有立刻松手啦, 哈哈哈哈, 我这边, 立刻可以试出, 这个陆小冯, 真的, 真的陆小冯, 不是假的, 铁面判官也跟着说, 没错没错没错, 现在呢, 世风日下, 人心不古, 江湖上墓牌科棧, 一日比一日多, 陆朋友, 我想你不会怪我们失礼吧, 哈哈哈哈, 他两个转态, 转得真是快, 你一句我一句, 好像唱上网那样, 同自己打完场, 陆小冯呢, 好像没发生过什么事那样, 游市芬帆啦, 歐云手, 这些云知怎麽算, 就唯有干咳两声他说, 陆朋友, 爹, 你早就知道我们是什麽人了, 他这句说话, 好像是提醒陆小冯, 青衣楼不是好虾的, 铁面判官也加把口, 他说, 没有老板, 这路由, 你们既然知道了这件事, 就很快些帮他说给你楼上那个姓韦, 叫他最好就不要动朱庭, 如果不是, 我就一把火烧了你们一百零八座青衣楼, 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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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敲门了, 好, 各位, 究竟又有什麽人来呢? 我就明天再说了, 究竟又有什麽人来呢? 昨天说到铁面判官和欧云守, 要陆小冯跟他们走的时候, 谁不知, 突然听到有人敲门, 他们转头一看, 敲门的人已经进来了, 这个人不是用手去敲门的, 因为他没有手, 夕阳从窗外面照进来, 是刚好, 赵正敲门的这个人的臉, 哎, 这臉真是岩残啊, 他左边的臉被人削了一半, 因为伤口收缩的原因, 就将鼻胳和眼睛的皮都扯过来, 令到整块臉脫脫脫脫脫脫, 那额头那裏呢, 还要被人用刀画了一个大大的十字, 整对手都被人齐碗斩了, 现在右手碗上面, 就装着个寒光闪闪的铁钩, 左手碗上面, 就装着个大个人头的铁钩, 你说这样的相貌, 真是出街都要闷面, 睡觉都要包头肉酸啊, 铁棉判官虽然, 臉有块刀链, 但是跟这个人一比, 简直成了一个英俊小生, 那他不出声的时候, 就令到你起鸡皮的, 出了声还更难顶, 好像刮玻璃那样的声, 他说, 我是人, 不是说青鬼, 我入人间房, 一定会敲门的。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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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扭如恨? 想不到世上居然還有人認得我,難得,難得。 沒錯,我就是那個玉面郎君柳如恨, 多情自古空如恨,往事如嬰, 食日的玉面郎君早就死了, 不過柳如恨還未死。 你來幹什麼? 十年前,柳如恨就想死, 誰知偏偏死不去,我來是單求一死的。 我,我沒有說要你死。 你若果不要我死,我就要你死。 鐵面盤貫之驚,歐雲手臉也變成青色。 就在這陣子,咚咚咚,他們又聽見一陣敲門聲。 這次敲門的人,是在門外面的,但是洞門沒有開到,他就走進來了。 原來很厚的那塊門板,在他面前竟然好像張紙一樣, 既沒有用東西去撞,又沒有用腳去踢, 隨隨扁扁地向前走, 洞門就突然, 吶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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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吶, 這個人的樣子,是很斯文的, 整個文藥書生一樣,白白正正,面帶笑容。 他一路走進來,一路說, 我都是人,我有敲門的。 歐雲手一見,馬上打到道順,他說, 嘩,笑丑魚? 沒錯,角下果然有見識,有眼力。 咩,咩就是那個正常劍客,笑丑魚? 是啊,秋風丑魚受殺人, 所以每次殺人 我都好仇 你仇什麼 現在我仇的 是不知道由我來殺你 還是由劉卿來殺你 鐵面判官知道 蕭秋語絕對不是開玩笑 歐雲手更加四周圍望望 好像找路走 突然間又聽到有人笑著 哈哈哈哈 你找什麼 是不是找你那對銀勾 講話的人 現在是站在窗口 臉是黑黑瘦瘦 生得又矮又細 但是留著一支黃黃的鬍鬚 手上就拿著一對鐵鉤 就是歐雲手那對 他說 哈哈哈哈 那 銀勾 我給你帶了禮 拿著 他輕輕一搶 那對銀勾就慢慢向著歐雲手那邊飛過去 嘩 慢得好奇的 好似有人用手在下面拖著那樣 鐵面判官也認得這個人 他說 你是千里獨行 獨孤風 我一向好少進別人家屋 不過這一魂 例外 說完外置之後 他就不見了人了 原來他的人已經去了門口 在洞門那裡 刮刮刮刮 敲了幾下 門聲都未曾完 他的人又試回到窗口那裡 然後 然後 他才從窗外面跳進來 嘩 真是好輕功啊 他說 我都是人啊 嘿嘿嘿 我又敲門啊 其實這門門分明已經是四分五裂了 但是他偏偏還要去敲 敲完了 又試從窗口那裡跳進來 正是隨腹放屁 多此一舉 不過江湖人做事 我們就很難理解 那歐雲手這時候 已經接回他的那對歐了 他說 你 也是來找我的麻煩的 哈哈哈哈 我是不殺攝青鬼的 我是來看看人家怎麼殺的 講完 他是索性搬了一張椅坐下 就坐正在窗口下面 陸小鳳呢 嘿 他還是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 這裡就正是打到來 他都好像沒有件事那樣 柳如恨 蕭秋雨 獨孤芳 這三個人 陸小鳳是知道的 江湖中不知道這三個人的正一好打都有限 這三個人不單止是江湖中最怪癖 最古怪的人物 問題現在是他們居然是臭在一起 這才令人覺得出奇 歐雲手就怕到臉都青了 他說 青衣樓 這三個人是數無歌哲 三個人 今天為什麼找我們兄弟傅野氣 蕭秋雨答 因為我喜歡 我一向喜歡殺誰就殺誰 今天我喜歡殺你們 所以就來殺你們 那你若果不喜歡呢 我若果不喜歡 你若果不喜歡 你們就算跪下 求我殺你 我都免得動手 各位 武林中好多時都不是你死在我活的了 鐵面判官就知道沒得抬 就凌空一個翻身 摸出他那對判官筆 撲過去就直打柳如恨天凸營鄉兩處大月 他用的招式日跌到沒有花架 好準好快好有效 但是柳如恨呢 好似根本就見不到他這對判官筆那樣 反為迎上去一步 馬上啪啪啪兩聲 一對判官筆就同時刺進了他的肩頭和胸口 不過柳如恨手上的鐵球也同時啪一聲 就打正鐵面判官那塊臉 鐵面判官那塊臉 即時好像被人潑了一碗豆腐花 整個阿崩湯樣 嘩都沒得嘩地反按摩打低 誰不知 立刻又被柳如恨右手的鐵口勾著 跟著一切 鐵面判官就立刻飛出窗口 那對判官筆呢 還是留在柳如恨的身上 雖然就沒有點中他的大月 不過插到很深 而柳如恨好像一點都不覺得痛那樣 就在這陣子 勾雲手那對勾也都飛出窗外 他那個人就站在屋裡頭 臉如死灰雙手垂低 兩隻手臂是條條的 關節的地方是猛的流血 少秋雨手上拿著一把滴緊血的短劍 他說 看來 你對手以後 勾不走任何人的魂了 勾雲手答 我 你 你為什麼還不殺了我 因為我現在又不喜歡殺你了 現在我要你回去告訴你們樓上的人聽 這兩個月最好乖乖地躲在樓上 米下來 要不然 就有命下樓 沒命上樓了 勾雲手苦瓜乾的臉口 撿回一條命 另轉頭就想從門口走 誰不知 獨孤芳又是折折他說 哈哈哈哈 啊 慢著 你是從窗口那裡進來的嘛 最好還是從窗口出回去 啊 那麼 勾雲手就直接被人玩到沒有仇報 唯有扔扔腳 就從窗口那裡跳出去了 那各位 屋裡邊打死人那麼交關 綠小鳳還是睡得下的 更加奇怪的就是 那三個人居然也好像當他是透明的那樣 這陣時天黑了 三個人變得鬼那麼老實 靜靜地站在場角落 不出聲也不走 過了一陣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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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綠小鳳突然間發現 這間本來整陣血腥味的屋 嘻 變得好香 接著 這間屋也都突然之間好光猛 綠小鳳出之 忍不住就睜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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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睜 他就見到各種各樣的鮮花從窗外面不斷飄進來 還有些是從門外面飄進來的 然後就灑在地下 於是 地下就好像鋪了一幅用鮮花織成的地毯那樣 接著 有個人慢慢從門外面走進來 綠小鳳見過很多女人 有些是很醜 有些是很美 不過 他未曾見過好像走進來這個美女這麼美的女人 這個美女 身上穿著一件純黑色的很柔軟的絲袍 腸腸拖到落地 一頭漆黑的披肩長髮 臉很白 對眼睛很黑 沒有到別的裝飾 也沒有到別的顏色 就是只有黑和白 這個女人 這個女人 就是這樣靜靜站在鮮花上面 竟然是令到地上五彩紛紛的鮮花都失色 柳如恨 人蕭秋雨 獨孤芳都站在那裡 站在長角落 大戲都不敢休息 突然 這個美如天鮮的少女 竟然就向綠小鳳跪低 那麽 綠小鳳反應快 他立刻整個人從床上面一彈彈起 不單止彈起 還撞穿蚊帳 跟著 連瓦背頂也撞穿了 月光從他撞穿到瓦背頂那裡照下來 他的人就已經不見了 一個眼大大個樣好乖的小女 就站在一個黑衣少女的後邊 見到綠小鳳就好像見到鬼一樣走隔不透 他反而嚇了驚 他問說 公主對他這麽好禮 他爲什麽反而走隔不透呢 他怕呀 那個黑衣少女又沒有直接回答他這句說話 只是慢慢地站起來 裂了裂那頭烏黑的長髮 過了好久他才說 他個人 的確好聰明 聰明過人 各位 我們講回綠小鳳 他撞穿瓦背頂之後 手上還是拿著那隻酒杯 那些酒已經潑到他全身都是 他就這樣拿著酒杯 就去找霍憂 霍憂住的一間很簡陋的木屋仔 這間木屋仔 就孤零零地建在半山腰一片棗樹林那裡 這間屋雖然很陳舊 但是裏面打掃得很乾淨 佈置得也很精緻 霍憂的人 就好像這間木屋仔那樣 危細 孤單 乾淨 硬朗 而且他現在 也是坐在一張很細很精緻的椅上面 飲酒 那些酒真的很香 屋裏面 還擺著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酒情 你一看就知道 全部都是美酒來 他見到陸小鳳還拿著酒杯來找他 就忍不住笑著說 你怕我不知道你是來喝酒是不是 要帶著酒杯來提醒我 陸小鳳笑了 他說 我走的時候幾乎連褲都來不及穿 哪有空放下酒杯 什麼事令到你這麼害怕 那其實沒什麼事 是有個女人進了我的房間 我記得 日日都有女人進去你的房間 沒聽說過你會嚇成這樣 要走路 你以為這個女人不同 有什麼不同 女人是丫紅婆來 不僅不是丫紅婆 簡直美得天鮮 好像公主那麼高貴 那你怕她什麼 怕她強姦你 如果她真的強姦我就好了 拿挖頭掃把怕我也不走 那她做了什麼事 嚇得你這麼淒涼 唉 她跪在我面前 幹什麼 你聽不明白 她一進我的房間 就突然之間跪下 還是雙腳跪的 喔 那你就怕成這樣 唉呀 她不僅生得漂亮 唉 她的派頭 真是大得緊要 她的派頭 怎麼大呢 唉 還大過公主 你有沒有見過公主啊 我沒有 不過我知道 她用的那三個保鏢 就算是真正的公主 都絕對請不起 嗯 嗯 那是什麼人啊 一個是柳如恨 一個是蕭秋雨 一個是獨顧坊 啊 你三個人 都做完她的保鏢啊 是啊 是啊 她有這三個保鏢 都還要向你跪低啊 是啊 嗯 這樣就大件事咯 喏 你說她為什麼會向我跪低呢 禮下於人 必有所求 好 我看 一定是件很棘手的事咯 哎呀 這個人真是可憐了 我既然都沒見過這個女人的 我什麼事要幫她呀 只有蠢仔才會去幫她 嘿 那你說我是不是蠢仔 你不是 那比穿你是我 遇到這樣的事 你會怎麼辦 我 我都會學你這樣 走為上著 說不是 我還走得快過你咯 嘿嘿嘿嘿 那就是咯 看來你的人雖然老些 不過都不至於老懵懂啊 嘿嘿嘿 我說你是個亂懵懂就真的 為什麼這麼說啊 好像他那種人居然跪低來求你 那就即是說這件事除了你 就沒有人搞得定啦 現在他們既然有心找你咯 你以為走得掉咯 對了各位 正如霍丘所講的 麗下於人就必有所求 那究竟那個天仙一樣的美女 要找陸小鳳去做什麼事呢 陸小鳳肯不肯答應他呢 我就明天再講了 你肯答應他呢 昨天說到 霍丘說既然那位天仙這麼漂亮的女人 要找陸小鳳 那陸小鳳就算走到哪裏 他都一定找到的 話口未完 果然 噗噗噗噗噗 三下響聲 前面左面右面三面牆啊 齊齊被人撞穿了個大洞 有三個人 好像不關他事一樣走進來 又是柳如恨蕭秋雨和獨孤芳 蕭秋雨一路走進來一路說 我們不是從窗口跳進來的 所以我們不是攝青鬼 講完 順手一撕就撕起一張椅 一咬 噗噗噗噗噗 那張精緻的雕花木耳 就這樣就被他咬到四分五裂 柳如恨慢慢坐到一張床那裏 咬咬不獨 還沒曾坐勾 又是聽出 咬聲 那張床蠅都坐垮了 柳如恨說 哪裏這迦家師 那些 fant政的化學 ohl 下次千萬想記住 不要再去那那間店裡了 跟著 咬咬咬咬咬咬咬 lí 咬咬咬 nesse城 又有五六件家師 卻被扔到粉碎。 奇怪的是, 綠小鳳和霍幽, 好像沒件事一樣, 兩個人在喝酒, 尤其是霍幽, 人家是拆他屋的, 他一點都無所謂, 不心痛的, 很快去, 屋裏面所有的東西, 都被這三個人打爛了, 十七八成的靚酒, 全部都扔到碎了, 笑臭雨, 見到扔到沒東西扔了, 他就說, 這間屋, 都危危符的了, 不如拆掉它, 再建一個, 獨孤芳的父母說, 是呀是呀, 好主意呀, 於是, 三個人就真的動手拆屋了, 綠小鳳和霍幽, 居然還是沒件事一樣, 不聞不聞, 繼續坐在那裡喝酒, 四面牆, 這麼快就沒有了, 接著, 屋頂整個蓋下來, 看白, 就會蓋著綠小鳳和霍幽, 然後, 誰不知, 就在這時, 他們兩個人就不見了, 獨孤芳和蕭秋雨, 你望我, 我望你, 然後一轉身, 就發現綠小鳳他們, 已經坐在屋的前面, 空地上面了, 還是坐在正話那兩張椅上, 前面還是擺著那張桌, 桌上面還是擺著正話那程酒, 好, 蕭秋雨說, 嗯, 食, 是刮骨之狂刀, 酒, 是穿腸之毒藥, 沒有益的, 獨孤芳也接著說, 沒錯, 這程酒都不可以留, 好, 說完, 獨孤芳真是大搖大擺走過去, 一手, 就斥起桌上面最後那程酒, 出盡力地扔落地, 幸好, 這程酒居然沒有被他扔爛, 就不是因為酒情硬, 也不是因為地臨, 是那程酒突然之間, 又回到桌上面, 獨孤芳就覺得奇怪了, 又試斥起來, 出力地扔落地, 這一魂他就不像剛才那次那樣, 頭惡惡, 好像懶沙塵那樣, 這一魂呢, 他看得緊, 最後就讓他看清楚了, 那程酒還沒有扔到落地的時候, 綠小鳳突然之間一伸手, 就接住了, 過鬧啦, 獨孤芳再頂, 綠小鳳再接, 斬眼之間, 獨孤芳已經把這一程酒 扔了七八次那麼多了, 但是那些程酒呢, 還是好地地地擺在桌上面, 獨孤芳似乎沒有辦法了, 他轉頭, 看著蕭秋雨, 他說, 哈哈, 你程酒, 你有鬼的, 一定不難的, 蕭秋雨就說, 什麼鬼呀, 那當然是酒鬼呀, 是呀, 讓我來試試, 蕭秋雨居然真的走過來, 好像當了坐在桌旁邊那兩個人隱形的那樣, 一切切起情酒, 出行力一拼, 那麼酒程就呼一聲, 就飛出五六像院了, 他心想, 哼, 這輪我聽你怎麼接, 那麼本來的酒程飛出去呢, 就只有一個黑影的, 但是現在是兩個, 因為綠小鳳同時也飛了出去, 綠小鳳回來的時候, 那程酒當然又是放在桌上面, 蕭秋雨又是踢起來, 好像人家扔鏈球那樣, 斜了幾個圈了, 才出手, 那麼他個人本來就是天生神力, 又是這樣扔回來, 這一程酒當然是飛得很快很遠, 怎麼知道很可惜, 這一程酒還是跟著綠小鳳飛回來, 那就是蕭秋雨都沒有術了, 柳如恆見到這樣的情形, 冷笑一聲, 走到桌邊, 上手拿起那程酒, 出力地撞在自己的頭上, 蕭秋雨見到這樣的情形, 走走眉頭, 因為他知道, 這一魂這一程酒當然是爛了, 但是柳如恆的頭, 一定會起一個大樓, 誰不知道, 柳如恆的頭就沒有起樓, 那程酒也沒有爛到, 因為綠小鳳用手就托住了這程酒, 柳如恆冷笑一聲, 突然之間飛起一腳, 就踢到綠小鳳的下腹那裏, 那這一腳呢, 平時就十拿九穩的了, 誰知道這次踢空了, 他隻腳一起, 綠小鳳就已經從他頭頂那裏翻過去, 站了到他背後了, 手上還是托住那程酒, 柳如恆在擴鬧, 跟著後腳一起, 倒踢紙金官, 那綠小鳳立刻又是回來前面, 綠小鳳說, 唉, 這程酒, 是我們最後一程來的, 你的頭也是最後一個頭, 你何苦一定要他們撼過呢? 柳如恆拿著這程酒, 嘿, 這次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擺到明就不夠人玩的了, 笑臭語小笑他說, 嘿嘿, 嘿嘿, 看來, 這個人果然真是綠小鳳啊, 除了綠小鳳之外, 沒有人肯這麼努力去保護程酒的, 獨孤芳也大笑著說, 哈哈哈哈, 是啊, 沒錯, 這麼笨的人, 世上真是不多的, 嘿嘿, 笑臭語就將柳如恆手上那程酒接過來, 輕輕就放回到桌子, 誰不知, 啵, 一聲, 他酒情就碎了, 情裏面的酒都流了出來, 為什麼呢? 原來, 正說柳如恆坎頭的時候, 綠小鳳的手一攔, 兩個人一格, 就已經拆了那個情, 現在一放放到桌子, 就即時碎了, 就是了, 就在這時, 就聽到有人說了, 大金彭王陛下的丹鳳公主, 一來求見綠小鳳, 綠公子, 嘻, 華音一落, 人就倒閉, 講說話的, 是一個好乖, 那雙眼好大, 穿著一件花衫的小女兒, 他是從那片祖林那裡走過來的, 綠小鳳就問他, 什麼, 什麼丹鳳公主啊? 沒錯啦, 是丹鳳公主, 不是小鳳公主, 那, 那他人呢? 他怕著嚇走綠公子, 所以, 就留在那邊, 沒有走過來, 不知道綠公子敢不敢去見他呢? 霍幼就立刻說, 嘻, 他敢, 他若不去見這位丹鳳公主, 他所有朋友的屋, 怕都會被人拆青光了, 那就在這時, 有一隻, 身上掛著一串串鮮花的獵狗, 就從祖樹林那邊走過來, 嘴那裡呢, 還擔著花籃的, 花籃除了鮮花之外, 還有四定至少有五十兩重的金元寶, 那小女兒接過花籃就說, 這個是我們公主賠償給這位老先生的, 請六公子替他收下吧。 嘻, 為什麼要賠給他呢? 是不是因為你們拆了別人的屋子? 是啊。 哈哈, 這四定金元寶至少都有百幾兩, 的確都不算少了, 建三四間普通的木屋就可以了。 小意思, 望這位老人家少納呢? 哦, 那他就不會少納的。 為什麼? 因為這百幾兩金, 如果是你們送給他的, 他根本就不需要。 如果是你們, 你當日賠償他這間屋子好像不多夠。 嗯? 這裡是五十兩一定的金元寶。 我知道, 還不夠賠他這間爛木屋。 哼, 當然不夠了。 究竟差多少呢? 我都算不出來。 大概是差三四萬兩, 差不多吧。 三四萬兩什麼? 當然是三四萬兩金。 幹什麼? 你不用笑啊。 你知不知道我們坐的是什麼椅子? 好像是一張普通的椅子, 掛。 掛。 我告訴你, 這張椅子是四百年前老班親自為天子雕成的。 普天之下只剩十一張而已。 皇宮大內那裏有五張, 這裏本來有六張的。 剛才被他們扔爛了四張。 小女兒聽了之後, 眼睛都瞑了。 他看著陸小鳳和霍丘坐著的。 也就是正說剩下的那兩張椅子。 陸小鳳說, 還有啊, 你知不知道這間木屋以前是誰住過的? 不知道啊。 是大師人陸放翁夏天避暑淫屍的地方來的。 牆上面本來還有他親不提的屍, 現在沒有了。 啊? 什麼呢? 所以這間木屋每一塊木頭都可以說是無價之寶。 你們就算真的拿四五萬兩金來賠, 都未必夠啊。 幸好這位老先生連一文錢都不會要你們賠。 因為四五萬兩金對他來說, 和一文錢是差不多的。 小女兒聽他這麼說, 知道大件事了。 小女兒就偷偷地看一看那位老人家。 見到他還是很悠閒地坐在那裡, 慢慢地放著杯子裡剩下的那半杯酒。 好, 陸小鳳又另轉頭, 對獨孤芳小笑他說, 呵呵, 我知道閣下是個很有見識的人。 閣下當然聽說過, 現在世界上誰是最有錢的呢? 獨孤芳想一想他說, 嗯, 地產最多的就是江南的花家。 珠寶最多的就是關中的閻家。 但是真正最有錢的應該是霍優。 霍優這個人雖然富甲天下, 但是很喜歡過隱居的生活, 所以很少有人見過他的真面目。 我聽說, 他是個很孤僻, 很古怪的老人。 呃, 啊, 難道他呀? 獨孤芳講到這裏, 突然之間就停住口, 他看著霍優, 於是, 個個人都醒悟, 這個神秘孤獨的老人, 就是富甲天下的霍優。 霍優嘆了一口氣, 慢慢站起來, 他說, 唉, 現在既然有人知道我在這裏, 這個地方, 我都住不下去了, 陸小鳳, 不如, 我就送給你吧。 陸小鳳, 看著整地爛木頭, 喂, 喂, 我記得以前, 你連借給我住幾日都不肯的。 哦, 你正說自己都會說, 這裏的東西, 全部都是寶貝來的嘛, 寶貝, 怎麼寫得送給人的? 哦, 哦, 那寶貝現在變成爛木頭, 你寫得送給我嗎? 啊, 我知道了, 我現在明白你怎麼會發達的了。 那霍優呢? 果然, 說不要就不要, 站起來就走。 那房子都爛了, 走又沒有了, 陸小鳳當然也要走了。 不過, 那個小女兒告訴她, 他們已經捉了花滿樓做人知了。 陸小鳳就唯有乖乖地跟他們走, 因為花滿樓是她最好的朋友之一。 而陸小鳳又是那種為朋友什麼都做得出的人。 是的, 各位聽眾朋友, 陸小鳳跟了他們去之後又會發生什麼事, 我就暫時放下不講字。 在這, 特別為大家介紹一下陸小鳳的好朋友, 花滿樓先。 喜歡看武俠小說的朋友, 都會好服一些作者為書中人物起名的本事。 甚至有些名字起到令你拍案叫絕。 花滿樓就是其中之一。 你一聽過名字, 就知道花滿樓一定很喜歡鮮花。 而喜歡鮮花的人, 也一定是熱愛所有的生命。 花滿樓住的地方, 名符其實, 鮮花滿樓。 他最喜歡坐在窗前, 對著夕陽, 輕苦柔軟的花瓣, 領略美妙的花香。 但是世上殺風景的事, 時不時都會發生的。 幾日之前, 在花滿樓領略著夕陽花香的時候, 樓梯那裏突然之間, 噔噔噔噔噔的傳來一陣急速的腳步聲。 有個十七八歲的姑娘仔上個樓, 神情又好慌張。 她不算說好靚, 但是眼大大屬聰明女那種。 花滿樓另轉身面對著她, 雖然她不認識這個女仔, 花滿樓一樣很關切地問, 姑娘,出了什麼事? 後面有人追我, 我可不可以在你這裏躲一躲? 可以。 花滿樓想都不想, 就答應了。 她家裡的門, 一日到刻都是打開的, 就算一隻受傷的野獸進來, 她都同樣會羞容, 那樣何況的人呢? 那姑娘進來之後, 還想找個安全點的地方來躲, 花滿樓就說, 你進來之後, 就不用再躲了, 這裏很安全。 真是? 追我那個人, 很兇死的, 他還拿著刀, 隨時都可能殺人的。 我保證, 他在這裏, 殺不了你。 那姑娘, 還未來得及問, 追她那個人, 已經上樓了。 這個人生得神高神大, 斬著眼就上來, 拿著刀, 惡屎能登地說, 哼哼, 走啊! 你以為我看你還走到哪兒? 花滿樓就說, 他既然來到這裏, 就不用再走了。 炸到那個大漢, 出力地挖他一眼, 見他只不過是個絲絲紋紋, 青靚白淨的年輕人, 馬上說, 嘩嘩! 嘩嘩! 阿叔的行事, 你都敢管? 你知不知道阿叔是誰啊? 你是誰啊? 阿叔就是花刀太歲, 吹一洞, 插你一刀, 你身上就多一個洞。 好抱歉, 閣下這個名, 我未曾聽說過, 我身上也不會多一個洞, 無論大洞小洞, 我都不想再要。 嘩嘩! 你不想要都不行啊! 吹一洞, 反手扭一個刀花, 刀光閃閃, 就向著花滿樓的胸口直捅過去了。 究竟花滿樓的性命如何呢? 我就明天再講了。 如何呢? 昨天講到, 花刀太歲吹一洞, 一刀就向著花滿樓捅過去, 花滿樓坐得動都沒有動。 等刀捅到過來, 他突然之間一出手, 用兩隻手指一夾, 就夾住了吹一洞的刀。 刀就好像落地生根一樣, 貼住他兩隻手指。 這一招, 就叫做靈犀子, 是陸小鳳教他的。 吹一洞, 喝奶力都出埋了, 就是沒有法子把刀拿出來。 他這魂之驚了。 花滿樓超說, 你如果肯留下這把刀, 我一定會待你好好保管。 我這裏的大門, 一日到刻都開的, 你隨時都可以來拿回來。 吹一洞, 整頭冷汗, 蹲一蹲腳, 走甲不透了。 那姑娘很佩服地, 對著花滿樓, 笑一笑說, 唉, 我真是看不出, 你居然這麼有本事。 不是我有本事, 是他沒有本事。 誰說他沒有本事? 江湖中有很多人都打不贏他的, 連我都打不贏他。 你? 我雖然打不贏他, 不過很多大男人都打不贏我, 我就是江南的上官非燕, 我的名字你一定沒聽說過。 當然了, 花滿樓走過去, 將兩隻手指夾著的那把刀, 放在長角落, 然後問, 他因什麼事要追你? 因為我偷了個東西。 各位, 通常聽到人家在自己面前認是小偷, 都會打個凸, 但是花滿樓沒有, 而且他還笑一笑, 常觀非燕就說, 我雖然是小偷, 但是他是個大賊, 我從來都不偷好人的東西, 我專門偷大賊的東西, 你會不會看不起我? 我喜歡你, 我喜歡講老實話的人, 那可不可以讓我在你這裏, 多坐一會兒? 當然可以了, 那天都黑了, 你為什麼還不點燈呢? 對不起, 我還不記得有客人。 有客人你才點燈呢? 是啊。 你自己猛客, 難道還不點燈嗎? 我不用點燈的。 為什麼? 因為我是盲的。 我是盲的, 雖然只不過是很平凡的四個字, 但是上官非燕過得很驚奇, 他看著花滿樓, 心想, 這個人簡直是奇人, 他熱愛人類熱愛生命, 對未來也充滿希望, 他隨隨便便伸出兩隻手指一夾, 就可以夾著人家出力捅過來的刀, 他一個人, 生活在這座小樓上面, 不單止完全不需要人家幫助, 而且隨時隨地準備幫助人。 常官非燕, 怎麼都不相信這個人是盲的, 他忍不住再問一句話。 你, 你真是盲的? 是, 我七歲就開始盲了, 但是, 你一點都不像的。 你覺得, 怎樣才像? 常官非燕, 又說不出, 他見過很多盲人, 他認為盲人一定都是乖頭乖老, 苦口苦臉, 因為世界多姿多彩都好, 在盲人的眼裡都是黑媽媽一片。 那花滿流知道常官非燕現在在想什麼, 他就說, 我知道, 你一定認為, 盲人絕對不會像我那麼開心。 其實, 盲人都沒有什麼不好, 我雖然看不見, 但是聽得到, 感覺得到, 有時, 甚至被人感受到更加多的樂趣。 比如說, 你有沒有聽過雪花飄落在屋頂的聲音呢? 你可不可以感覺到花在春天慢慢開放, 那種美妙的生命力呢? 你知不知道, 秋風中時常都會帶著一種從遠山傳過來的木葉清香呢? 只要你肯去領略, 就會發現人生是很可愛的, 每一個季節都有很多足以令你忘記所有煩惱的開心事。 一個人生活得開不開心, 不是因為他是不是盲人, 是看你是不是真正喜歡你自己的生命, 是不是真的想開開心心地生活下去。 這番說話, 令到常觀飛燕很尊敬, 很感激他。 常觀飛燕感激他, 就不是因為他救了自己, 而是因為他令到常觀飛燕看清楚生命的真正意義。 常觀飛燕尊敬他, 也不是因為他的武功, 而是因為他這種偉大的看法和胸襟。 常觀飛燕問, 你家裡沒有其他人嗎? 我家裡是個很大的家族, 家裡有很多人, 每個人都很健康, 很快樂。 那你為什麼要一個人住在這裡? 因為我想試一下, 可不可以一個人真正地獨立, 因為我不想讓人家處處都讓我幫我, 我不想人家把我當成是個盲人。 自此, 常觀飛燕和花滿樓就熟落了。 花滿樓的心底很好, 所以很容易上當, 他怎麼都想不到, 上觀飛燕就是丹鳳公主的表妹, 他們要找陸小鳳, 又知道陸小鳳還有情, 所以特別安排了上觀飛燕來找花滿樓, 安排上觀飛燕的妹, 也就是上觀雪兒, 那個小女兒, 就陪了丹鳳公主去找陸小鳳, 我們說回陸小鳳, 那陸小鳳就跟了丹鳳公主走的, 原來這個丹鳳公主是名副其實的公主, 他爹就是大金鵬王, 他們要找陸小鳳去見的, 也正是大金鵬王。 丹鳳公主坐的那一架, 真是名副其實的鄉居, 因為整架馬車都掛滿了鮮花, 馬車去到一條很長的長廊外面停低, 丹鳳公主帶著陸小鳳走入長廊, 長廊就很陰森, 很黑暗, 長廊的嘟嘟有道很闊大的門, 門上面的金環就閃閃發光, 他們一推開門, 就見到大金鵬王, 大金鵬王, 就不是那種神高神大的威猛老人, 他個人大概因爲歲月流勢, 壯志就已經消磨了, 他坐在一張很闊大的太司椅那裏, 椅上面鋪滿了積感的箭, 令到他整個人看起來, 就好像一棵陷落在高山雲霧裏面的枯蟲一樣, 不過, 陸小鳳並沒有覺得失望, 因為這個老人雙眼還很有神, 還帶著一種講不出來的尊嚴和高貴, 丹鳳公主輕輕走過去, 跪拜在他的腳下, 似乎小聲匯報了整個經過, 大金鵬王, 立刻擔高個頭, 看著陸小鳳他說, 年輕人, 你過來, 他聲音很沉, 很有力, 他說的話就是命令, 不過陸小鳳沒有過去, 陸小鳳不是聽慣命令的人, 他不單止沒有過去, 他反而就地坐下, 坐在遠遠的一張椅那裏, 你就是陸小鳳嗎? 你想見花滿樓嗎? 是啊, 他很好, 只要你肯答應我一件事, 隨時都可以見到他嗎? 什麼事啊? 大金鵬王沒有直接回答這句問話, 他看一看手上帶著的那個奇形古怪的戒指, 我們的王朝, 是個很古老的王朝, 你們還沒有這個王朝之前, 我們的王朝早就有了, 現在, 我們的王朝雖然活絡了, 但是我們流出來的血, 還是王族的血, 只要我們的人還未使清光, 我們的王朝就絕不會被消滅。 他聲音很有力, 不單止充滿驕傲, 而且充滿自信, 陸小鳳突然覺得這個老人的確有他值得尊敬的地方, 至少他不是那種很容易就肯認輸的人, 陸小鳳一向很尊敬這種人, 尊敬他們的勇氣和信心, 所以他不出聲, 不停聽他說下去, 大金彭王跟著就告訴陸小鳳聽, 說他們的王朝, 在很遠的地方, 世代安居樂業, 不單止田產豐富, 而且有礦山, 有珍寶, 為什麼他會來到中土呢? 原來是這樣的, 五十年前, 他的鄰國聯合了高薩克奇兵, 去打他們的國家, 當時他年紀更小, 他的先父一向注重文字, 人家突然打到來了, 當然沒辦法抵抗, 為了保存一部分實力, 以求日後中興, 他父皇就將國父的財富分成四份, 交給他四個心腹眾臣, 要他們帶上太子, 也就是現在的大金彭王來到中土, 其中的一位呢, 就是他的舅父上官謹, 帶了他來這裡, 用帶來的那份財富, 在這裡買田置地, 令到他一家人的生活過得很好, 另外那三個人是分頭走的, 一個叫上官木, 一個叫平獨殼, 一個叫嚴立本, 這三個人來到中土之後, 就不單止沒有籌劃報國的事, 而且連太子的面都不見, 沒有了蹤影了, 他這樣說, 綠小鳳聽到這裡, 想了想之後他就說, 我都算是個見識不少的人, 不過這三個人的名字, 我真的沒聽說過, 大金彭王就說, 哼, 但是, 你一定見過這幾個人的, 他們一到中土, 就改名換姓, 直到一年前, 我才查出了他們的下落, 歷來, 他向他的女兒做了個手勢, 單縫公主, 在一個很古老的櫃那裡, 拿出了三卷畫冊, 大金彭王畫, 喏, 畫上面畫的, 就是他們三個人了, 我想, 你至少認得他們其中兩個的, 那單縫公主打開畫冊, 每幅畫上面都畫著兩個人, 一個年輕, 一個年老, 其實同樣是一個人來的, 單縫公主就說, 上面畫的, 是他們當年離開皇宮的樣貌, 下面畫的, 就是我們一年前查訪到的, 他們現在的樣貌, 陸小鳳見到第一幅畫上面畫著的人, 面圓圓, 好好笑容, 看起來就好和善, 最外眼的, 就是那個好大好大的鷹歐鼻, 那麽有人說, 亂攻歐鼻, 惡相語, 不知道真不真, 陸小鳳認得這個人, 他說, 咦, 這個人, 不是關鍾珠寶大商家, 炎鐵山? 嗯, 沒錯, 現在的炎鐵山, 就是當年的炎立本, 我好感激上天, 現在都未被他死, 第二幅畫上面的人, 拳骨高高, 一對三角眼有兩條掃把眉, 一看就知道, 是個好有權力的人, 陸小鳳也都見過這個人, 大金鵬和畫, 這個人, 就是平獨學, 他現在的名字, 叫做獨孤一學, 青衣樓, 就是受他操縱的, 陸小鳳顯然覺得很意外, 他說, 這個人, 我也認得, 但是我不知道他就是青衣第一樓的主人, 我只是知道, 他是俄眉劍派的當代掌門, 哼, 他的身份掩飾得最好, 世上絕對沒有人會想到, 公正嚴明的俄眉掌門, 竟然是個出賣他護國舊主的亂神賊子, 第三張畫畫的是個很恩世的老人, 魏勢孤單, 乾淨硬朗, 陸小鳳失聲叫了一句, 哎呀, 霍幽, 沒錯, 霍幽, 以前, 他叫做上官木, 人人人都說霍幽, 是個傳奇人物, 五十年前赤手空拳出來闖天下, 突然奇蹟一樣變成天下第一富豪, 直到現在為止, 除了你之外, 江湖中, 都怕沒有人知道他這麼多這麼多的財富, 究竟是怎麼得來的, 你現在, 啊, 猜到我們要求你的什麼事了? 呃, 但是我還是不知道, 你們想要些什麼? 我們什麼都不要, 我只是要公道, 公道, 即是復仇? 你是不是要我替你去復仇呢? 呵呵呵, 他們, 都是聞到王黎香的人咯, 我也老了, 不痛, 我還想去殺了他們嗎? 但是我, 也不可以讓他們就這麼逍遙發外, 第一, 一,我要他們將那批從金鵬王朝帶出來的財富歸還給金鵬王朝,留作他日復興的基礎。 第二,我要他們親自到先王的寧位前,懺悔自己的過錯,等先王在天之靈,也當少得到的安慰。 哦,那這兩點要求,的確都很公道。 沒錯,我們知道你是個正直公正的年輕人,對這種要求是絕對不會拒絕的。 唉,我就是怕這兩件事都很難辦到,如果連你都辦不到,還有誰辦得到呢? 或者沒有人辦得到。 現在這三個人都已經是當今天下最出名的人物。 他們如果真是按照你這樣的做法去做,就只是承認他們當年自己的罪行。 他們的聲明、地位、財富,即刻就全部沒有了。 何況,他們不只財洪世大,還大得很交官。 而且他們自己都有一身心不可測的武功。 嗯,當年先王將重任交託給他們,就是因為他們是金鵬王朝中的一流高手。 那就是了,問題是這五十年來,他們一定隨時都提防你去找他們報仇。 所以他們的武功一定比以前厲害了很多。 我一直認為當今天下武功能夠達到巔峰的就只有五六個人。 霍丘和獨孤一項都是其中之一。 各位朋友,聽到這裏相信大家都知道,大金鵬王要綠小鳳幫忙做這件事,是多麼棘手。 各位,究竟有什麼艱難險左在等著綠小鳳呢? 我就聽日才講了。 有什麼險左在等著綠小鳳呢? 第六回 昨天說到,綠小鳳說他一向認為當今天下武功真正能夠達到巔峰的就只有五六個人。 而霍丘和獨孤一項都是其中之一。 那麼在場有很多人聽著的。 那麼有人說,女人好奇心就靈寫重一點。 所以丹鳳公主就忍不住問了。 那麼還有三四個人是誰啊? 綠小鳳就告訴他,有少林方丈大悲禅師,武當長老木道仁。 他們兩個的內外功都是頂級的。 但是若果輪到劍法西利寧妙, 就要數南海飛仙島的白雲城主葉孤城, 和萬梅山莊的西門吹雪了。 丹鳳公主又問, 那你自己呢? 綠小鳳笑了笑, 他笑而不答,因為他無需去答。 大金鵬皇又說, 我都知道這件事很難很牙煙, 所以我不想勉強你幫我們, 你不妨考慮一下先。 好了, 綠公子既然來到, 就是我們的鬼客, 為什麼還不想走啊? 要最美的波斯葡萄酒, 請花公子一齊來。 綠公子已經是我們的朋友, 金鵬皇朝的後代, 從來都不會用任何事來要脅朋友的。 丹鳳公主應了一聲, 是, 那就進去吩咐下人上酒了。 很快去, 酒就上來了, 酒具好古雅, 酒是淡紫色的。 綠小鳳看著丹鳳公主, 把酒親手倒入那隻高杯裏面, 花滿樓就坐在綠小鳳的旁邊。 他們一直都沒有說話, 只是互相出力, 騙了騙手而已。 各位, 很多東西, 其實意會就好過說話的。 那麼很快去, 就倒滿了三杯酒了。 大金鵬皇說, 我, 有很多年沒有喝酒了, 今天破例陪兩位喝一杯。 丹鳳公主立刻制止說, 我代你喝吧, 你對腳這樣, 不能喝酒的。 嗯, 好, 我不喝, 我不喝, 好在, 看人喝靚酒也是一種樂趣。 靚酒會令人醒神, 和增加活力的。 丹鳳公主笑著向綠小鳳解釋說, 啊, 家父一點酒都不能喝, 一喝到, 那兩隻腳就會腫, 走都走不行了。 我想, 兩位一定會原諒她的。 綠小鳳笑一笑, 舉舉杯。 丹鳳公主轉過身, 背對著她的父親, 突然就向綠小鳳做一個很奇怪的表情, 綠小鳳看不明白究竟是什麼意思。 丹鳳公主已經舉杯她說, 這是家父教藏多年的波斯葡萄酒, 希望, 適合兩位口味吧。 說完, 她自己就先舉杯, 一喝而盡, 然後她就說, 唉, 唉, 果然是靚酒啊。 各位, 好少有主人家, 會自己稱讚自己的酒是靚的, 丹鳳公主也不像是那種喜歡演夜的人。 綠小鳳覺得很奇怪, 誰不知立刻, 她就發覺她喝下去的不是酒, 是一種加了顏色的糖水。 於是, 她立刻明白丹鳳公主的意思。 花滿流也很會意, 喝了之後, 她好像很享受地說, 啊, 啊, 果然是靚酒啊。 大金鵬王笑了笑, 笑得很開心, 她說, 哈哈哈哈哈哈, 這些, 的確是人間少有的靚酒。 你們這兩個年輕人, 才配喝我這種靚酒。 綠小鳳又是很快脆喝了三杯, 然後她說, 哈哈哈哈, 這麼靚的酒, 沒理由白喝的啊, 是嗎? 大金鵬王聽她這麼說, 嘿, 精神了她說, 你的意思是, 啊, 我的意思是, 你的公道, 我一定盡力為你找回來。 大金鵬王, 聽綠小鳳肯答應幫她, 立刻站起來, 搖搖鴨地衝到綠小鳳的面前, 雙手扶著她的肩膀, 眼淚都暈了, 聲音都震了她說, 多謝你。 多, 多謝你們, 多謝你啊。 老人家就感動到, 只會說多謝兩個字, 其他東西就不會說了。 單鵬公主見到這樣, 嘿, 也忍不住走到一邊, 抹眼淚。 過了很久了, 大金鵬王才平靜一些, 他說, 獨孤風和獨孤一行, 雖然他們同性獨孤, 但是他們仇心似海。 柳如恆那半邊面, 就是被炎鐵山削了她的。 小臭魚和柳如恆是生死之交, 你如果肯為我們做這件事, 他們三個人赴湯渡火, 都會跟你去的。 誰知道, 綠小鳳說, 欸, 不用了, 他們三個最好還是留在這裏。 為什麼? 唉, 我也知道, 他們都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 但是, 若果要他們去對付獨孤一學和霍休, 等於叫他們去送死。 那, 那你不用人幫忙嗎? 那我當然要了。 那, 那, 花滿流和我本來就是老搭檔。 大金鵬王, 望望花滿流, 他似乎有點懷疑。 他怎麼都不信, 這個盲仔, 會比柳如恆, 蕭秋雨, 獨孤芳這幾個武林高手。 那我想, 不單止他不信, 很多人都不信。 綠小鳳無謂去解釋, 他接著告訴他們, 他會再去找三兩個人, 一個是朱婷。 因為那幾個人, 如果知道大金鵬王去找他們, 他們說不上, 就會先下手為強, 來殺人滅口。 所以, 陸小鳳一定要找朱婷, 將這個地方, 改造成一個很難攻得進來的城堡。 那, 因為朱婷弄機關, 這些東西就很厲害的。 另外, 陸小鳳還打算去找他的另一個朋友, 西門吹雪。 西門吹雪又是個什麼人呢? 他是當世最頂尖的兩大劍客之一, 他可以為正義不惜奔走三日, 去為一個自己未曾見過面又不懂的人報仇的。 他永遠都是白衣如雪, 燒灑英俊。 他的劍法快得很緊要。 殺完人之後, 他輕輕吹, 就將留在劍尖上面的血吹乾淨。 所以, 有些人認為西門吹雪吹的不是雪, 是血。 他給人的感覺, 永遠都是高高在上的。 好了, 閒話休題, 言歸正傳。 陸小鳳見完大金鵬王出來, 丹鳳公主有些不好意思, 他說。 嗯, 正話, 我真是不知道怎麼多謝你們好。 陸小鳳就回答他。 呵, 你是說正話那杯酒啊? 嗯, 現在你都怕看得出, 我家父很好勝的, 而且不可以再受打擊的了。 所以我們一直不想讓他知道我們現在的真相。 其實, 這個地方, 除了他老人家日常起居的餓室和客廳之外, 其他幾乎已經是空了的了。 就連那些教藏了很多年的美酒, 都被我們拿去賣了。 你都知道了, 坐食山空, 要維持這個家, 已經很不容易了。 不過, 何況, 我們還要去做很多其他事。 為了找你, 連鮮舞樓給我那串珍珠, 我都拿去典檔了。 陸小鳳聽了之後, 喝了一口氣, 他說, 唉, 我本來都不清楚你們的情況, 但是喝了個杯酒, 令我知道了很多事。 是不是因為你知道了我們的情況, 所以才肯答應的。 呵呵, 也因為, 你父皇將我當做朋友, 沒有用其他的事來要脅我。 丹鳳公主聽見他這樣說, 那對好大好美的眼, 流出了好感激的眼淚, 他倒下頭說, 我一直都錯了, 我一直認為, 你是個絕對不會被感情打動的人。 那花滿流呢? 一直都很少說話, 這時候他終於開口了, 他說, 呵呵, 我都說了, 他這份人, 看起來雖然又臭又硬, 其實, 他是很心軟的。 什麼呀? 不是呀, 他看起來雖然硬, 不過一點都不臭呀。 哦, 客房很簡陋, 希望兩位不要介意呀。 陸小鳳這時候, 有些周身不聚財, 他說, 呃, 或者我們不應該留下吃晚飯呀。 唉, 那我們還請得起, 起碼我們還有四定金呀。 啊, 對了, 當時, 你們是不是就知道跟我喝酒的人, 就是你們要找的霍優呀? 嗯, 直到你說出來, 我們才知道的。 但是你們又怎麼知道獨孤一學, 就是青衣樓的主人呢? 這是江湖中最大的秘密來的。 唉, 因為柳如恆, 本來是他左右最得力的親信之恩。 色綿風彩偏偏的玉面郎君柳如恆, 變成今天這樣的樣子, 就是被他害成這樣的。 。 綠小鳳聽他這麼說, 似乎突然之間, 想通了很多事了。 那麼很快就, 丹鳳公主就安排好他們住了。 那間客房就很大, 但是除了一床一機之外呢, 其他那幾張椅都是脫頭脫骨的。 那麼花滿樓呢, 就走在一張椅那裡, 一坐, 就坐下了。 他雖然看不見, 但是可以感覺到那張椅在那裡。 綠小鳳看著他說, 你有沒有試過坐空了呢? 你很希望我坐空嗎? 哦, 我希望你坐下去的時候, 突然間發現自己坐在一個女人的身上。 這種經驗, 你也豐富過我。 哎, 花滿樓啊, 這種經驗, 若果你跟我一樣那麼多呢, 或者你就不會上當了。 我上哪個當啊? 上常觀飛燕當。 我沒有想當, 我是自願來的。 你是自願來的? 為什麼? 沒事啊, 因為我最近覺得太過平凡了。 我很想找一兩件又危險又有趣的事來做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吧? 你是被一個很懂得說謊的美女騙了就吧? 她的確是個很懂得說謊的女孩子, 但是她沒有騙我。 什麼? 她說了這件事給你聽嗎? 是啊。 啊, 那可能她知道對付你這種人最好的辦法就是講老實話了。 或者, 唉, 你知不知道? 她的目的就是要你來, 你來了之後她就達到目的了嘛。 哼, 你好像是要激怒我才肯收科的, 是不是? 什麼? 你不生氣嗎? 我做什麼事要生氣啊? 他們用馬車接我來, 當我是貴賓的接待。 這裡好吃好住, 外面還有一個花園。 何況, 現在你也來了。 我就算真的上了她當, 那你就一樣。 對了, 你真的去找西門吹雪啊? 是啊。 你可以說服得到她出手幫人做事嗎? 唉, 我也知道她個人很難求, 不過我怎麼都要試一下。 你現在就去啊? 沒有, 我現在想去找上官非燕。 你看不到她的, 自從我來了之後, 就沒有再聽過她的聲音。 她好像離開了這裡那樣。 綠小鳳看著花滿樓, 很替她擔心。 然後就轉身走出去了。 這時候, 天是漸漸黑了。 花滿樓就是這樣, 一個人靜靜坐在那裡。 那麼花滿樓的人呢, 就看不見東西的。 但是深水很清, 因為無論在什麼地方, 她都可以領略到一些人領略不到的樂趣。 突然間, 砰砰砰 Regierung, 有人敲… 門了, 接着…… 嘯....一聲, 動門就被人拉開了。 進來的兩個人, 是獨 难方齒乳。 但不過, 就是只有一个人的脚步声 因为独孤方的脚步 轻到简直没有声 谁知花满流就笑着话 两位请坐 我知道这里还有几张椅 各位 他既没有问人家的来疑 也没有问进来的是谁 无论是什么人进他的屋 他都一样欢迎 独孤方真是很不高兴 因为他本来认为 绝对不会有人听到他的脚步声 他对自己的轻功一向很自信 他说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两个人 你究竟是不是真的瞎 有时 我自己都不信 我是瞎 因为我总认为 只有那种虽然有眼 但是又不肯去看东西的人 才是真正是真正盲的 笑臭如在旁边说 你必须不肯去看东西的人 你必须不记得 还有一种人 是真正是真正盲的 哪种人 哪种人 死人 死人 你怎么知道死人是真正盲的 或者是真正盲的 或者是真正盲的 也都跟我们一样 看到很多东西的 我们都未死 又怎么知道死人的感觉 或者你很快就有死人的感觉 我们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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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你也没什么仇口 但是现在是来杀你的 花满流听了就不单止没害怕 甚至连一些不开心的表情都没有 他还笑着说 其实我早就在这儿等着两位了 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来杀你的吗 陆小凤个人都不算笨 但是他有时候说话得罪了人都不知道 所谓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陆小凤替大金铣王办事 居然说你们两个都不及我 两位当然忍受不了 当然会来找我这个盲人 比一比高低 江湖中人很多时候都是争口气的 你…你知道我们要来 还在这儿等? 哈哈…一个盲人 还去哪儿呢? 你去死呀! 毒孤方大喝一声就出手了 那条闪闪亮的链子枪 好像毒蛇那样 刺在花满流的喉咙那里 笑臭雨的断肠剑也都出手 它出手很慢 慢到连一点风都没有 那盲人是看不到的嘛 就是靠听那把劍刺过来的风声 去分辨方向而已 现在这一劍居然没有风声 哎…闭家伙 好了各位 那究竟花满流的性命如何呢? 好了~~各位 那究竟花满流的性命如何呢?